大薔� 各位童星有沒有精神一點點啊 有啊動動有比較好一點 其實剛剛下課的時候 我先謝謝 很感謝很多的童星 拿很多的這個 苦口良藥 苦口良藥 來治療我的咳嗽 我有突然覺得 我的聲音有美妙一點 然後呢 剛剛呢 也有很多的童星 問了一些 有關法理上 或者是台灣以後 國際地位比較深入的問題 其實這個 在很多的現實面 這會絕對是童星 大部分會去關心的 一個事情 可是因為 為什麼要上 初高級的法理 他不是說真的 你很簡單的 你這樣子聽 你就可以很理解 大家要知道一個觀念 台灣民政府以後執政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外面 那些台灣的民眾 他們擁有博士 碩士 高學歷知識分子的那些人 我們唯一能夠贏他們的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法理論述 所以為什麼 你上了這幾天的課 一直講的都是這些 很枯燥無味的歷史問題 跟法理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要你 第一個 你要很有這個概念 你要很有法理論述的概念 跟台灣歷史的觀念 這都是有牽連的 那你如果說對政治上啊 然後還有未來的議題 很有興趣 這私底下都是可以請教的 因為齁 你知道啊 大部分 我們在這裡上課 是不是每個人的素質都不同 有的人是政治能感 包括我以前也是 所以我們一定是要符合大眾 我們必須 該讓大家知道的東西 議題 我們一定得先講得很清楚 是不是 然後可能大家的程度 大概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才可能講比較艱深的問題 所以說如果同心 你們對一些 譬如說政治上的問題啊 還是有很多比較 深入性的問題 你想要詢問 等一下小組會議的時候 可以跟你們的 州的知識啊 或者是郡守提出來詢問 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先進入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1945年的時候 我們頒布了詔書 頒布了詔書之後 我們就公布了明治憲法 實施了明治憲法 在那一刻 我們就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可是那是1945年 那1941年的時候發生了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請問 1945年的時候才頒布詔書 可是1941年就在打戰 那這個中間有沒有重疊到時間 有齁 那如果打仗的時候 你們會幹嘛 躲啊 逃命啊 對不對 你還會去關心 現在台灣到底是誰的嗎 不會 所以這就是台灣人 歷史記憶薄弱的地方 你會沒有太大的印象說 為什麼 為什麼頒布的詔書 我們變成了日本的天皇的領土 因為那時候在打仗 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時間慶祝歡慶 所以很快的 所以很快的 剛是1945年的4月1號對不對 然後1945年的9月2號 日本無條件投降 這樣經過幾個月而已 差不多四五個月而已 短不短 很短 可是不管時間有多短 只要你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不管一天兩天 你就是他的領土 這樣了解嗎 這就很難理解 因為啊 這個部分我可以講到後面 因為我後面啊 還會有跟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 戰爭投降了 無條件投降 為什麼還是日暑美戰 我後面會講到 所以這個他是有一個整個的完整的解釋 只是他是有順序 剛開始你在1945年的9月2號的時候 當日本投降的時候呢 他是無條件投降 當時麥克阿瑟 也就是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頒布了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將日本呢 五馬分屍 因為他覺得日本的帝國主義太強大 日本當時有偷襲美國的哪裡 珍珠港 所以他當時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 美國很氣吧 那美國在日本投下了什麼 原子彈 所以美國為當時的主要戰勝國 可是因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不管哪一個國家 投入的哪一個國家 所耗費的軍事的力量 都太大了 所以當時日本的領土 他只能把他五馬分屍 第一個防止他的帝國主義在崛起 然後再來就是 他也沒有力量去控管他的每一個領土 所以當時俄羅斯 由 當時北方四島由俄羅斯戰管 韓國獨島 日本呢 由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 他就交給 蔣介石集團 代理占領 所以當時這就是蔣介石集團 也就是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為什麼會來到台灣的原因 再來 如果當時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也就是蔣介石集團 要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我們在日治時期的時候培養了什麼 很多的精英對不對 這個精英啊不是一個兩個 是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一群學生過著在讀書 培養什麼 武士到精神 所以當時日治時期的五十年 他已經將台灣的人文素養 拉拔到一個程度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五 交戰國將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之前有兩個月 台灣是沒有政府的狀態 如果今天一個國家沒有政府 請問會發生什麼 動亂 動亂嘛 要不要趁這個時候去搶劫 搶劫7 星巴克全聯都可以齁 這個時候呢 你能相信台灣在兩個月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他完全沒有發生任何的動亂 因為日治時期的五十年 培養了台灣的人文素養 包括當時的武士到精神 所以 在當時的台灣的人民呢 他們成立了自衛隊 在這兩個月的期間 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治安 維護台灣的人民的安全 所以呢 我們很平安的 當時的台灣人民 迎接 期待著迎接回歸誰的懷抱 所謂的祖國的懷抱 可是為什麼他們會認為是祖國 除了第一個 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大清國 佔據台灣多久 兩百一十二年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影響很深 再來就是還有一點 如果今天齁 各位你們 我們剛剛打完戰 給你們選擇 你要做戰勝國 還是要做戰敗國 你可以選擇 請問你要做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誰都要做戰勝國啊 他們沒有想過說 我為什麼要陪著日本天皇戰敗 沒有這個概念 如果讓他選擇 他想選擇戰勝國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理解 原來在1945年的4月1號 當時的憲法頒布之後 台灣已經成為日本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所以即使他當初以為 他要迎接蔣介石集團 是他的祖國回歸祖國懷抱 這就是當時的一個錯誤的想法 才會有現在給我們洗腦的光復節 那你說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有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有沒有講到文化落差多少 一百年 台灣當時不管是所有的建設 包括人文素養 全部都到達一個水平 可是中國呢 他們來到台灣帶來的兵是什麼 炒鞋 泡米窯 有沒有 然後 對 要來到這裡有沒有 對 來到這裡 他們的兵的水準在哪裡 他們去跟那個雜貨店的老闆娘 她跟你我要買一個水龍頭 然後她買了這個水龍頭呢 就去把牆壁挖了一個洞 然後就把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轉 那怎麼沒水 然後再把水龍頭拔出來 然後再去問那個雜貨店的老闆娘 欸你為什麼賣我壞掉壞掉的東西 這樣有行嗎 她連自來水齁是怎麼來的 她都不知道 這就是當時的文化落差 所以當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期 發生了一件事情 當時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國 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正在國共內戰 他們正在中國自家兄弟正在打仗 他接到美國 蔣介石 接到美國 麥克阿瑟將軍的命令 來代理將領台灣 可是這時候他在國共內戰 戰戰要不要錢 要 戰戰要錢 所以 這時候來到台灣的時候發現 哇喔 台灣地廣 人稀 物產豐饒 當時台灣只有六百萬的人民 一年三收 物產豐饒 然後呢 手無寸鐵 所以當他們來到台灣的時候 沒想到這是一塊肥田 當然啦 直接 就想把台灣據為己有 1946年的1月12號 以一道行政命令 將台灣的所有的人民集體強迫 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也就是大家現在手上拿的那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當他做這些事情 在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上 全部都是違法的 如果你要讓一個人 自由選擇他的國籍 必須要有兩年以上的思考期 所以當時日本在治理台灣的時候 他有做到這一點 因此 強迫你規劃你為中華民國國籍之後呢 終於齁我們1947年2月28日 大家都知道齁 228屠殺 我剛有說 我是一個 原本我就是一個政治能感的人 我在讀歷史課本的時候 228對我來講 他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個歷史事件 我沒有太大的感情在裡面 我也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現在我看到228事件 其實我的感受不同 我知道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們有培養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醫生、律師、老師、博士 在這一些精英上 他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 議會 他足以可以組成一個堅強的政府 他知道蔣介石集團 在台灣的事情都是違法的 因此抗議 但是蔣介石集團為了要鎮壓 他只好將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全部屠殺 剛剛你們有看到陳陳波嗎 那個畫家還記得嗎 他從車站出來 雙手被綁起來 鐵絲從手掌中間穿過去 跪在地上 砰 就地槍決 沒有原因齁 沒有理由 所以 這叫屠殺 結果 228屠殺事件之後呢 長達這個世界上 歷史上最長的 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期 白色恐怖 足以將在場所有的每一位 都將你們洗腦成功 可是這是事實 真正真正正存在的歷史事件 如果你還敢再講一句話 半夜你就不去了 看你還敢講嗎 用這樣的白色恐怖 來對待台灣的人民 然後1949年的6月15號 4萬塊換一塊又是怎麼來的 所以 其實 我現在講這個齁 我不是要造成 不管是種族啦 還是任何的一個歷史的對立 並沒有這個意思 可是這是我們台灣人 必須要了解的事情 當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他絕對老是 是228事件 輕描單寫過去 我從來就沒有讀過說 原來有這麼可怕 我還看過他的歷史紀錄片 為什麼我說齁 台灣人民啊 會像北韓一樣 被蒙在 媒體的知識底下 原因是什麼 你在台灣查 228歷史紀錄片 網路上你查不到 可是如果你去國外 你查 你查得到很殘忍的影片 你覺得台灣媒體 沒有被封鎖嗎 今天你去國外玩 你會去查嗎 不會 你以為台灣查不到 就是事實的真相嗎 不是 人家國外的歷史記載 清清楚楚 就台灣沒有 為什麼 沒有被抹滅嗎 我現在 希望大家了解的是 當時 他們來到台灣 抱的是什麼樣的心態 造成了什麼樣的物價通膨 我當時 讀到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後來跟我弟弟講 我弟弟是高材生 他是台大的高材生 很聰明嘛 我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欸 你們啊 講那個物價通膨 那沒辦法啊 當時整個台灣的物價 都飛漲啊 你必須一定要用四萬塊 來控制這個經濟 你才能夠壓下來啊 我說 對 你講的沒錯 我當時 還沒有考軍手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他 可是我現在 我可以告訴我弟弟說 原因是什麼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 當時 他們在國共內戰 這家兄弟是不是在打仗 要不要錢 將台灣所有人民 六百萬人民的財產 全部搜刮一空 拿去支柱他們的國共內戰 造成台灣所有的物價 物價物資 飛漲 請問你不需要用四萬塊換一塊嗎 你必須要去壓制這樣的物價通膨 那 原因是誰造成的 原因是誰造成的 然後再用大地主變小地主 三七五減珠 將台灣人民原本屬於 本土台灣人的土地財產 全部都變成他們的 他們是來代理佔領台灣 應該要協助本土台灣人 在當時就要成立台灣的平民政府 他沒有這麼做 他做了什麼 想要就地合法 非法佔領台灣 這樣子的事情 本土台灣人都不知道啊 所以當時的嚴重的官僚作風 不管說殺了多少的台灣人 最重要的是 他將台灣的歷史 地位抹滅成什麼樣子 這才是 我們現在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入聯合國 我們沒有辦法公投 很多台灣的很多的事情 跟中國異頂關係都沒有 這跟台灣本身的歷史 跟國際地位 是息息相關的 這才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本土台灣人經歷過些什麼 不是要去仇恨 過去仇恨都可以放下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發現些什麼 最後 這就是我一開始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流亡政府 連美國都沒有想到 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民國竟然會在國共內戰裡面戰敗 當一個國家一個政府 他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的時候 在這一刻他離開他的領土 他就成為流亡政府 他今天要怎麼再回覆他的國土 他必須回到他的領土 所以大家有沒有記憶最早期有沒有說反攻大陸 跟台灣人有什麼關係 我們為什麼要跟他們一起反攻大陸 他們自己在自家兄弟 他把打敗了流亡在台灣 流亡在台北 結果他要要求台灣人陪他一起去反攻大陸 所以當時1949年 他戰敗的時候 這一刻他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 在這一刻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可是我們會問 為什麼美國 你沒有管台灣 你是主要戰勝國啊 你應該要來救救台灣的人民啊 我們被這樣子 228 這樣子被容虐 然後還被強迫換國籍 有 美國曾經 有想要管台灣 想要救台灣 可是當時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1950年的韓戰爆發喔 這也是美國當時沒有去想到的 那因為 美國因為反共犧牲了誰 美國因為反共犧牲了誰 犧牲了我們台灣 因為當時啦 他無法再管理管轄台灣 他如果要將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給趕出台灣 是不是要有別的國家收留他 可是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願意收留他 那台灣當時是什麼狀況 日本是不是戰敗 然後台灣沒有政府無阻嘛 日本他沒有 當時沒有力氣 再來管到台灣 所以台灣當時無阻的情形下 他只能讓他什麼 暫時的流亡在台灣 因為發生了韓戰 然後中華民國當時跟美國的立場 是一樣的 反共 因此 美國因為反共 犧牲了 台灣 所以我們在1952年 4月28號 我們簽訂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剛剛呢 就有 同行 他有問我 也就是我朋友問我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不是已經講了嗎 日本 承認朝鮮獨立 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 然後日本天皇呢領土主權並未放棄是什麼意思 可是他就已經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啦 為什麼你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舉個例子啦 今天呢 這一塊大家在上課的這一個教室對不對 他是不是有地主 這個地主呢 他今天放棄了這塊土地的管轄權 他說沒關係都交給我來上課 就交給我隨便使用 那我現在在這裡上課 我已經上課了好幾年了 然後今天我說 欸這塊土地 我今天要放火燒的這塊土地 可以嗎 不行吧 那我上一上之後 我說這塊土地是我的 可以嗎 不行吧 他當初放棄了管轄權 他有沒有跟我簽土地權狀 他有沒有把土地賣給我 沒有喔 從下官條約之後 一直到現在 包括舊金山和平條約 也沒有再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有指定收受國嗎 沒有 有看到剛剛台灣 澎湖列島北緯幾度幾度幾度有嗎 沒有 你如果要割讓土地 一定是要有完整的條約跟契約 可是為什麼沒有 那他放棄的是什麼 管轄權 可是他有關心台灣人民的 義務 因此為什麼我們會說 欸 台灣這塊土地上 日本天皇 你必須來 關心我們 我們現在 遭受到 人權的不平等的待遇 生活在政治煉獄裡面 這就是因為他的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他只是當初放棄了管轄權 這樣了解嗎 因此最近山和平條約裡面 也沒有提到 也沒有提到割讓 這樣了解嗎 他只是放棄了主權權利 那如果各位同心你們對主權權利跟主權義務 還有問題的話 新台灣論裡面會寫得很清楚 因為他是一個法理比較深的概念 所以這邊我只能用最簡單的例子講給你們聽 但是如果 你在對這一塊 主權義務跟主權權利 的複雜性有沒有 還有疑問 你得看書 這樣了解嗎 上面會有答案 我當初也是從書裡面找到答案的 再來 會有人說三個公報 你就金山和平條約 OK 他沒有 割讓沒有受受國 但是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三個公報不是都在講說 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中國嗎 開羅學研 破自黨公告 日本祥書 不是都講了嗎 那個叫做什麼 請問他是正式的條約嗎 不是 戰爭的時候說的話對不對 戰爭時候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單方面的認知 今天我們在打架 我在跟你玩家 三個小朋友在爭一顆球 他們都說這顆球要還給他 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中國 你應該要還給中國 請問 日本天皇有同意嗎 沒有 有簽條約嗎 沒有 簽這金山和平條約裡面有簽嗎 沒有 只要不是正式的條約 他都只是單方面的宣言認知 這樣可以理解嗎 因此 土地權壯還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對 您的問題喔 私底下啊 我們後面有很多講師 您可以詢問 不然您現在也可以去問 好 那 因為我們有很多同心想要聽課 那您有問題 我們後面有講師可以 對 謝謝 再來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 剛剛已經說過了 土地權壯是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可是這個有一個概念喔 在台灣啊 大部分的人民 因為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給我們的教育是幾年 70年 久不久 很久 70年是很久的時間喔 啊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又經歷了38年的白色恐怖 我相信啦 包括我自己剛開始 人家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也覺得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到最後呢 你一定得深入的去研究他的法理地位 你才會了解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所以這個跳蚤的故事啊 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當時喔 我就覺得 我們台灣的人喔 好像都跳蚤 都是跳蚤 為什麼 跳蚤它很厲害喔 它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 是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動物 這樣有夠嗎 有夠齁齁 那我們給跳蚤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我們拿一個蓋子齁 把跳蚤蓋住 然後放在桌上 你拍 它跳蚤就會跳 然後它就會撞到拼 撞到拼之後它就會疼 對不對 這樣疼的時候 你在拍 你們覺得跳蚤它會再撞到拼還是 跳比較低 對 它會跳低一點 因為它很聰明對不對 所以呢 你把蓋子拿掉之後 你再換低一點的蓋子 再把跳蚤蓋住 你再拍 它又撞到 然後它又降低它的高度 然後你就一直 越換越低有沒有 換已經接近到桌面的高度 你在拍 請問跳蚤還跳不跳 不跳了 那它怎樣 用爬的 它就用爬的了齁 它就不跳了齁 那你把蓋子拿掉的時候呢 已經沒有蓋子囉 你在拍 請問它是跳還是爬 所以這個跳蚤它從此以後就變成爬蚤 它就不再是跳蚤了齁 可是呢 為什麼我會覺得台灣人齁 就很像這隻跳蚤 因為自我設限 如果今天啊 有人跟你講 台灣啊 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有可能喔 變成殘油國 你敢相信 那想說不可能吧 可是如果今天台灣國際地位 能夠正常化的時候 而我們有可能可以戴著那個 阿拉伯的那個白色的那個帽子 在路上走路的時候 還可以飄啊飄啊有沒有 這樣也不錯耶 因為啊 現在台灣花的冤枉錢太多了 包括軍購 我們每年要幾兆啊 算不輕喔 很可怕喔 可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再付到那些錢 因為美國呢 它是有義務 要保護我們的國防的 它是我們的主要佔領國 所以台灣以後會很有錢 可以相信嗎 相信喔 台灣的人民的生活 還可以過得更好 所以不要自我設限 好不好 所以呢 現在為什麼台灣民政府會成立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聰明的 秘書長 齁 在2006年的時候 我們的秘書長呢 林志生 他帶領228名228事件的受難家屬 他原本是關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裡面 齁 然後讀那個歷史原文書啊 國際戰爭法啊 萬國功法啊 疊起來跟人一樣高 從裡面去找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控告美國的時候 他是堅持為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很堅持 所以我們當時到2008年的時候 美國華府的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People of Taiwan 意思是什麼 我以前不是很能理解 台灣人無國籍的意義 是最近一直接觸辦身份證 我才發現 如果今天我嫁給一個菲翁 我生出來的孩子是誰 菲翁 還是台灣人 菲翁 我生出來的小孩子就是 小菲翁 我這個就是因為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因此 菲律賓人是有國籍的對不對 你跟他結婚啊 無國籍就會變成 依附對方的國籍 所以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跟我們置身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覺得跟我們貼身就很有關係了 然後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 台灣人生活在 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煉獄當中 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台灣人一直沒有一個很正常的國際地位 那什麼叫政治煉獄 我們每個人的手上是不是有拿一張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我們有老師將你們看後面的條碼了對不對 就是後面的小條碼 那個就是當時呢 已經判定 他要如何判定你是本土台灣人 還是他們自己的人 然後做什麼 基本上你的求學升學 全部都可以大打折扣 然後我們納稅人的錢 去供養他們的人 上哈佛 上大學 這樣有沒有在政治煉獄 有計畫性的 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我們會覺得 好像現在國民黨民進黨 我們會覺得好像國民黨比較有水準 比較有水平 是不是 可是原因是什麼 當初拿本土台灣人的錢 去供他們上學 這樣公平嗎 所以 這就是當時判定下來 你會看到本土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就是本土台灣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戰爭 征服者美國 提出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最近商和平條約及美國憲法提出的告訴我 告贏了沒 有告贏嗎 告贏了喔 2009年的8月6號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可是 放棄抗辯權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會說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將政權交給我們本土台灣人呢 為什麼沒有 原因是什麼 美國說 10月5號的時候 他說 擱置本案代審 你們所說的全部承認 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行事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呢 我承認你說的都是對的 可是 如果今天 我要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趕走 請問你們本土台灣人 第一個 你們有屬於本土台灣人的政府嗎 你們有接掌政權的公務人員嗎 美國說 我很簡單的喔 很公平的提出一個條件 當初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是帶領一千名的公務人員 台灣當時是 六百萬人民 台灣現在是 兩千四百萬人民 一比六 四比二十四 他說公平 我沒有要求你太多還是什麼樣 這樣照比例 這就是四千名公務人員的由來喔 所以這也是在場的各位 坐在這裡的原因 所以 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行事 如果你們達到了美國的要求 最基本 要接掌政權 你們一定要有公務人員嗎 你們達到了這個數字之後 然後呢 由美國軍事政府 跟現在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做和平的政權轉移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不會有什麼流血的戰爭 現在呢 秘書長他都會講 在場的各位 你們現在這個時間點進來 是 丁世郎有稍微好笑 祝好報的 台灣民政府已經成立了非常多年 那在裡面打拼的童心 也就是只有這樣 依照法理行事 我們不流血抗戰 不使用武力 不使用暴力 我們何必的轉移政權 所以 還沒有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童心 趕快去辦 這一張在今年的1月1號已經 全球194個國家都已經通用了 如果你們要進美國白宮都可以拿這一張去試試看 它是可以使用的 我們依照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已經製造出這個 它這個部分呢是由USMG 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所合發的 所以沒有申辦的趕快去申辦 剛剛有講到 台灣民政府現在是不是媒體曝光率很高 有上網去打過我們的網站嗎 有的有看過有的沒有 如果你們有像蘋果啦 聯合啦 自由啦 電子報 你們上去看 都會看得到我們的廣告 這個點進去就是我們的官網 這點進去就是我們的官網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直接把台灣民政府的官網進去看就可以了 那這廣告是給不知道的外面的民眾 下去看的 這個都是因為局勢的變化 一直在變化 所以才會願意去刊登 今天媒體都是很聰明的 很奸詐很狡猾 如果沒有新聞價值 請問他會看嗎 不會喔 這個啊是我們台中洲 千人見走很正面的報導 走出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中還不錯喔 以後大家可以去玩 我們台中洲的辦公室 像這樣子的正面報導 現在已經不是一篇兩篇了 一直都有 包括台南啊 我們的斗六郡 很多都有在報導 這個都是報章雜誌以前你看不到的 可是現在呢你都可以看得到 在各個報章雜誌新聞 你都可以看到很正面的報導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論真欺騙台灣70年 我們先來看有沒有封鎖 控制台灣媒體 我剛剛是不是有說 台灣人像北韓一樣 我們在看北韓 我們有有沒有覺得 北韓人的生活很可憐 他們是不是 覺得在這樣現代化的社會 這樣開明的社會裡面 他們還存在著這樣的 被狹臂封閉的生活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可是我們台灣呢 覺得我們台灣應該是 生活的很先進嘛 然後很開明嘛 結果我剛剛是不是有講 我們0228很基本的 應該查得到的一些歷史文獻 你看不到 在台灣的網路看不到 可是你去國外查有 為什麼要控制我們 為什麼要封鎖媒體 為什麼要捏造台灣的歷史 這都是台灣的歷史真相 中華民國的教室選舉 你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市長跟他的總統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嗎 你們想做中華民國的人嗎 要做中國人嗎 台灣以後也很好啊 那你們想 中華民國現在的土地剩下哪裡 金門 馬祖 還有 還有後來的平潭島嘛 當時他們後來國共和解 那剩下這樣子的地方 我們要選擇嗎 不要 而且重點他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剛有講了他是什麼 流亡政府 那中華民國流亡體制內的政黨呢 有哪一些 民進黨 民進黨 清明黨 國民黨 台聯黨 建國黨 民國黨 什麼黨派幾乎都是 民進黨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嘛 對不對 所以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 那全部都是在中華民國體制內 請問他有沒有辦法 帶領台灣走出真正的國際地位 沒辦法 蔡英文 有看過這個嗎 知道蔡英文有出過書嗎 不知道 蔡英文流亡政府說 建國一百年流亡六十年 這是當時的時間 中華民國流亡台灣六十年 戰後台灣的國際地位的處境 蔡英文了不了解 知道啊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只有我這種 原本是對政治能感的 我不知道 沒有太關心台灣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關心 台灣的國際地位 這些事情 其實根本沒有在隱藏 大家都知道 那一個流亡政府 怎麼可能 會帶領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正常化 只光想這一點 你就可以很明白了 新聞都有報 所以當時呢 蔡英文出這本書 相信啦 民進黨也是很嚇一跳 這個大家都看得到 新聞也都有報 但是只是在於 我們會不會看新聞 我們清不清楚 明不明白而已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這不是我講的 大話新聞就有報了 有關心過嗎 如果跟我以前一樣政治能感 大部分你都不會太關心 可是如果你有去關心過 你就會知道 原來台灣國際地位 原本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說 台灣現在要快賣給中國了 怎麼辦 講的這些大方向都很籠統 可是有一些是親生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也是聽到之後 我才知道 我姐姐 有一天她就跟我講說 她的公司快倒了 我就說為什麼 她說中華民國害的 我說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因為加入台灣民政府 就什麼東西都說 中華民國害的 她說我有證據 我說什麼證據 我姐姐的公司 是在賣這個童語布幕的 這機器的 那像這樣子的公司 台灣的公司一般來講 她會去配合很多的公家機關 學校啊 對不對 政府呢 每一年都會給他們補助 採購這些器材的補助 她從第一年 可能一萬多 然後一直後來開始減 七千多 六千多 四千多 到現在 前幾個月收到四千多 基本上 這個公司已經不可能賠錢再賣了 是台灣的製造商 基本上已經不太可能 賠錢再賣這些器材 那如果這些學校公家機關 她還是得添購的時候 她得跟誰買 只有四千多的補助 她要跟誰買 她可以跟誰買 買得到這麼便宜 淘寶王 她是不是可以跟中國買 應該大部分也只有 那裡才買得到這麼便宜吧 請問 公家機關的這些 購買這些器材的錢 是誰的錢 納稅人的錢 我們的錢 我們的錢 然後台灣的 台灣的製造商 賺不到 然後給誰賺 中國賺 有沒有變相啊 中國賺 對 啊這個齁 這個是不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發生在 親身 我自己親身的周遭身上 你就會很有感同身受 哦原來我們看不到的政策 這麼的多 原來大大小小的政策 都有 那為什麼台灣人 現在會覺得經濟不好 會窮 該應該要 台灣的中小企業 賺的錢都賺不到啊 都誰賺 啊台灣人的納稅錢 有少嗎 好像沒有 好像只是越來越多而已 那那些錢呢 所以啊 現在 我有一個 最近啊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這個 因為當時我看到這時候 我的心的感覺 我就是覺得 真的要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為什麼 大家你看 有聽過海綿道路嗎 有沒有看過到這個氣球 如果這個是一個正常的道路啊 那個氣球插在道路上 它為什麼會吹起來 那是表示這個道路會呼吸嗎 對不對 這道路會呼吸 它這氣球才會吹起來 還是你要在 那個地底下灌氣 它才會有可能吹起來嗎 這個海綿道路是台灣人發明的專利 那它為什麼會吹起來 這個道路的表面啊 它有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你的空氣啊 灌下去 它會自己灌下去之後 吐出來的空氣是新鮮的空氣 欸很厲害吧 髒空氣進去之後 呼出來的空氣是新鮮的喔 然後你的水 雨水 髒水 流到這個地表 經過這個洞下去之後 有沒有看到它一層一層的 有點像賣飯食的構造對不對 它的水下去之後 變成乾淨的水 儲存在下面 以後台灣再也不會缺水了欸 有厲害嗎 如果今天是你們 你們會不會想要用這個道路 會 這是台灣人發明的喔 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 都在搶這個道路的專利 請問台灣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普遍的使用 沒錢 它不貴喔 它有怎樣不貴 連新聞都有報囉 生態工法鋪海綿道路 儲水量可達七十噸 有夠不 還可以進化空氣 這麼好的度 啊為什麼沒有鋪 而且它可以儲水 降溫 防災 空污 生態保育 成本還比傳統的 薄油道路還便宜 連北京的 奧林匹克公園 也採用技術 結果台灣 不普遍 原因是什麼 大部分齁就聽到什麼 官商勾結 可是官商勾結 對於我們來講 只是一個 很籠統的名詞 什麼什麼到底叫官商勾結 當我知道這個的時候 我才知道 喔原來這麼可怕 採購法 今天啊 我們是不是 常常那個馬路就 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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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在修什麼 這是什麼 當初啊 薄油路 他就是採購法 我們台灣齁 你第一次鋪薄油路 成本不會很高 可是呢 後續呢 編列了很多的預算 在那裡等你去領 你只要道路壞掉了 你修 修了之後又可以領錢 壞了你再修 修了又可以領錢 我今天要選市長 我就跟你這個財團講 你出錢來供應我 你支持我 我選了之後 我就把這個工程都包給你 欸 你有錢賺 我有官當 有沒有官商勾結 如果今天 海綿道路鋪下去 第一次花的成本是比較昂貴的 可是他以後幾乎不用維修 他以後幾乎不用維修 之後 請問那些承包商還有錢賺嗎 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採購法 無法通過的原因 所以今天臺灣民政府 保持什麼心態 救臺灣 我都跟我們的議員講 如果今天 臺灣民政府貪污是什麼 唯一死刑 如果今天 你們是議員 有人把你抹洗 然後這個採購法 他跟你講說你等一下投反對票 不要讓他通過 你會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 一定要贊成好不好 對臺灣真的有好的制度 對臺灣人民真的有好的利益 我們要不要支持他 要 這是我心痛的地方 而且 以前沒有關心 現在關心起來 怎麼看都覺得 太誇張 所以啊 我們要怎麼去相信 我們眼睛看到的真相 建設臺灣 臺灣有多好 臺灣可以更好 很多人都不相信 中華民國真的要離開臺灣 但是呢 會不會看新聞 有看過這個 對不對 沒有 他代表臺 代表臺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Chinese Taipei 請問上面有臺灣兩個字嗎 沒有 裁軍行政院廢子案 平潭島建設 國共和解 一個正常的國家為什麼要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應該需要國防吧 在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裡面規定 如果你是流亡政府 你擁有的 國軍 自衛隊 只能在12萬人以下 不然你在國際間就會被稱為恐怖組織 因此美國跟他講說 拍謝 因為你可能即將要離開臺灣 所以你要裁軍 你的國軍人數必須降到12萬人以下 不然你在國際間就稱為恐怖組織 那為什麼要裁軍 真相 行政院廢子案 大家上網可以去打齁 你下去打不是一條兩條齁 打完之後它是趴啦一堆的 隨便點一條進去看 廢紙 國防部軍一條例 一個正常的國家齁 這個國防部已經不知道廢紙幾百條了啦 那正常的國家為什麼要廢紙 為什麼要廢紙這麼多的行政條例 因為它要走了 用不到喔 你們都可以上網去查去看喔 政治的臺灣它創造的是什麼樣的假象 從現在開始大家學會看新聞好不好 新聞怎麼報 要回去看它 這一個是平潭島建設的模型 有漂亮嗎 很漂亮對不對 蓋臺灣齁 隨便蓋啦 沒錢挖馬路 蓋自己平潭島要撤退的地方 拿什麼 拿命蓋 拿臺灣人的納稅錢去蓋 然後結果蓋了這個呢 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平潭島建設 複製一個臺灣 因為臺灣住的不錯啦 想要再複製一個臺灣過去平潭島 我爸爸吼 他也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他對政治的瞭解 比我深太多了 不是這是平潭島 所以當時啊 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吼 我就問我爸爸 欸爸 為什麼吼 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 臺灣人啊 可以去到中國 當官 這個新聞吼 他說臺灣人可以去中國的這個平潭島當官 我無法理解 我問我爸爸 我爸爸跟我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當時吼 我我只是很高興的就是 欸我贏了 可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 臺灣跟中國 是完全不一樣的啊 為什麼 臺灣人可以去中國當官 那是因為 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他們國共和解了 所以 他們 撤退到平潭島去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人 當然可以去那裡當官啊 這樣了解嗎 所以 現在 臺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基本上 你們覺得 中華民國有辦法保護我們臺灣人嗎 我們 越南大暴動的時候 它是什麼 發一個帖子 我是臺灣人 那你就不會讓人爬 這個是什麼 太陽花學運 有沒有看到學生被沖倒在地上 我們 前幾期 我們有一個太陽花學運的學生來上課 我就問他說 你去抗議福茂 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過福茂的條約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同學有沒有看過 他說沒有 我說你們都沒有看過福茂的條約 還去抗議 他說 愛臺灣啊 可是福茂 EGFA 你們如果有去看條約 裡面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 臺灣兩個字 都沒有提到 臺灣兩個字 那那個是誰跟誰簽 中華民國 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所簽的國共和解 所以跟臺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你還去抗議 那你還去抗議 所以 秘書長有講 2015年是臺灣很重要的政治年 也是 我們即將執政的這一年 所以我們剩下幾個月而已 速度很快喔 包括我們現在所有臺灣民政府裡面的同心 很多執政團隊包括我們的執政團隊 都覺得這個腳步喔 速度真的很快 我們不斷的在整合所有的名單喔 因為上上去美國 給美國審查之後 有些不合格的還會再退下來 所以我們必須一直一直不斷的要精進 希望各位趕快出高級喔 過五關之後 趕快來為臺灣服務 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是日本的下水道蓋 有水嗎 以後臺灣也改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很漂亮啊 然後這樣子你騎 在路上騎摩托車就不會倒到車子 不會拔倒了對不對 我們把東西方最好的 都把它拿來運用在臺灣好不好 所以 將臺灣的歷史導正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使命 如果 我們能夠讓臺灣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我們為什麼不去做 我們一輩子不一定能夠做 對這個社會有意義有貢獻的事情 如果今天 有這個機會 要不要把握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謝謝大家